我觉得会支持我的孙生 换会他自己的清白 让外界议论纷纷 发警只有在例外的状况 例如说这个被告本身 人身行动自由就有困难 或者他本身是国家元首等 否则的话都是会上手铐交流 来防止人犯脱逃 目的就是要限制柯文哲的人身自由 形同压人取购 进一步塑造柯文哲被捕的社会形象 而根据消息指出 柯文哲有700万的金流交代不清 另外有一笔170万 陈培奇在问讯时坦白 是一部分的选举补助款 以及妈妈过世的首尾前 还有柯文哲的演讲费等 不过检联认为 此笔款项与金华城有对价关系 因此没彩性说辞 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 都是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着 这些来源我昨天都有跟检方 清楚的交代过 有做到侦查不公开吗 到底有没有明确的金流证据 这种一刀闭面证据 感觉起来也不是说 真的完全的掌握到 比较像是问了柯文哲取得更多的资讯之后 那接下来还顺藤摸摸瓜的去找其他金流的方向 柯文哲的政治生涯 历经最难熬的一关 向全身而退 机会越来越渺茫 接下来杨桥丞河人SNG小组台北报导